遊客騎著一台一台的機車 在蘭嶼島上行駛 蘭嶼旅遊觀光熱潮正式進入旺季 而台東蘭嶼東青國小為了配合觀光 開放學校廁所提供遊客使用 但因為使用率太高 不僅造成學校學生打掃的困擾 也間接影響學校上課品質 遊客表示向國小借廁所也是不得已 不過還是必須要解決生理問題 不可能在野外隨地解放 而這樣的行為會對蘭嶼居民不尊重 而目前環島公路上也只有儲存廠前 一間公共廁所 相公所表示 未來會在蘭嶼東西南北 都將會興建公共廁所 隨著遊客逐漸增多 現在又到了旅遊旺季 到時候遊客借廁所的情形會越來越多 呼籲遊客進入學校使用廁所後 除了能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外 也能尊重學校在教學時間內 請勿在校園酒廊上遊走閑晃 記者臺東南語採訪報導 記者実訪 紀維